八歲以內的性行為 到我想過這個問題 我兒子啊 我會希望他跟我討論這件事情 就至少搞不好 我能阻止一些悲劇發生 那女兒呢 記得訂閱 按讚 分享 看怎麼看 就在說你啦 幹嘛那麼兇啊 欸欸 帶我幹嘛啊 你帶我幹嘛啊 那我們是 明明就 我是建民 我是建民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青春 福到是 如果有一段感情絕對不會有結果的話 那直接放棄會不會比較是正確的選擇 是 放棄吧 其實放棄吧 剛剛有什麼沒關係嗎 放棄吧 放棄 真的啦 真的放棄 你沒走就算了 但你怎麼知道沒有結果 欸對 你怎麼知道 你沒試過怎麼知道 什麼事情叫你提前知道 就你前天晚上你完全沒讀書 你這堂課也沒上 然後走進教室前就 幹 這一堂課是要睡覺啊 男生真的很不愛聊天嗎 看得上一起說 女生到底為什麼什麼都可以聊 你要糾結的 不是說男生真的不愛聊天嗎 而是你要糾結的是 你們怎麼這麼愛一直這樣 雞雞喳喳喳 雞雞喳喳的 就是 我們不是不愛聊天啊 但沒那麼過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你覺得你真的很吵 有的時候 怎麼說 請你一下可以嗎 我不是說我媽啊 我媽 我媽 沒有…不要 你不會請你媽吵啊 你不會跟她聊天啊 好 就是說 比如說 比如說你沒有好 不是吵啊 不是吵啊 我還是可以接受 又改口了 又改口了 我還是可以接受的喔 我還是可以接受的喔 我自己私底下是不會覺得女生吵啦 女生有時候真的就吵啊 好像思雨婷好了 女生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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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吵一遍了 你說我很吵嗎 你說我很吵嗎 我沒有說也很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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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不是你… 這是我節目上的感測 效果… 效果… 你是真的有說過我吵 你… 就那一次啊 其他我都會還好 喔 我想到了 男生是會找時間去跟別人聊天的 那女生不是 女生是 你在工作的話 欸你覺得我這個指甲哪一隻比較好看 就… 為什麼 我…我現在怎麼…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跟你講我剛剛突然提到一個頭緒了 男生會看起來不愛聊天的原因呢 其實是因為 其實男生跟男生很聊來的原因是什麼你知道嗎 就是比如說今天我跟妳講一件事情 但我不感興趣 我可以直接回答妳 喔 對啊 沒了 我也不會介意喔 對 但跟女生聊的時候 她可能就會想要延伸到更多的地方 女生會挺多點認真做的 但是男生你就會特別容易 敷衍沒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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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女生就你敷衍幹嘛 你為什麼敷衍我 你廢屁啊 但不是每一個女生都這樣子啦 對 但不是每一個女生 敷衍 敷衍 那所以我們很合 我就很愛敷衍人家 但是你不是刻意敷衍 因為你是對你沒興趣的事情 就沒什麼像這樣 對啊 我不是說不想回她 但就 我真的沒什麼興趣啊 來 下一題 在青春期喜歡上同性 不代表自己是同性戀嗎 對我來說有點難回答 因為我自己本身不是同性戀 但我覺得 先不要給自己太大的壓力 先跟著自己的內心去走 然後慢慢去發覺 就是時間長了 自己到底喜歡同性還是異性 那不管是哪一個選擇 我覺得都不要去感覺到羞愧 或不好意思 或罪惡 就是做你自己就好了 我不知道這樣講準不準耶 但 我有個想法是說 你對哪一種性別是有反應的 身體的反饋是最直接的 嗯 比如說我今天看到男生 我就是怎麼樣我都應不起來 我跟你講真的 嗯 我就是起不來 那我要怎麼跟這樣的人去談戀愛呢 嗯 絕對不是百分之百跟零 可能是百分之二十跟百分之八十 我比如說我身為一個男生 我可能我對女生的喜歡 是占百分之八十 所以這百分之八是促成我可以跟女生交往 我對男生沒有一點喜歡嗎 有啊 百分之二十 但這百分之二十只能到達友情而已 人對一個性別都會有喜歡的程度 喜歡到一個標準的時候 超過那個標準 就是可以成為親人的標準 嗯 但是你只能在這個標準的時候 那就是朋友的喜歡而已啊 我覺得可以 你可以透過這個去思考看看 你到底是對哪個方向比較有反應 嗯 我覺得這都不是壞事 沒錯 好不好做你自己 喜歡跟欣賞的差異在哪裡 在我的價值觀裡面呢 喜歡跟欣賞是一樣的 但是喜歡欣賞跟愛是不一樣的 欣賞 是最膚淺的 我欣賞你的才華為什麼不行 你敢去跟一個女生告白說我欣賞你嗎 我欣賞你 我欣賞你你跟我在一起 那當然不會 那當然不會 那兩個都不會 這兩個夠深啊 根本來講是不一樣深度的東西嘛 嗯 我覺得欣賞是你看出了這些 這個人的優點 嗯 但你喜歡這個人的時候 這是不一樣的事情 但我覺得喜歡跟欣賞都偏有一點像 好感 就是 嗯 但是是 與眾不同的好感 就是這個好感會出成我想要 跟你在一起 跟你在一起 或我很想你沒有辦法克制自己去想念你 就是 我突然看到一個我很喜歡的東西 我想要去擁有它跟得到它 但往往事後我們才會發覺到就是 愛是最大的 跟喜歡跟欣賞 就是做出最大的區隔 就是你可以去做到犧牲容忍包容退讓 甚至是成全 就是我覺得這才是最大的差異 反而喜歡跟欣賞 在我的心理角度是差不太多的 認為沒朋友挺好的是正常的嗎 非常正常 對 相處自在就好了 對 不要害怕沒朋友 你自己就是你最好的朋友 對 我只想說你們好帥 謝謝 謝謝 登登登 嘿 我知道了謝謝你 如何成為幽默的人 沒有什麼捷徑 沒有什麼捷徑 我覺得 幽默這件事情 是一個生活上的一個 是一個態度 我不幽默 你不要一直看我 我不知道 這是一個態度 是一個人設 是你對生活的一個追求 你怎麼看這個世界的角度 你如果是一個幽默的人 你看這個世界的角度是這樣 剛剛那是怎麼樣 比如說你看這台相機 你看到什麼 相機啊 我看了還會蛋糕 你看這瞎掰了 就是你覺得自己很有趣 你覺得這個世界很有趣 你就是會是個很幽默的人 我是陳翰 在18歲以內安全性行為 建民俊明哥覺得是OK的嗎 現在你都叫我一聲歌了齁 我就告訴你 18歲以內的性行為 是16歲就可以了 在法律來說的話是沒問題的 但 建議是要 問爸媽 好啦開玩笑了 不太可能 叫你問你也不會問 對你也不會問 但我會想過這個問題 我兒子啊 我會希望他跟我討論這件事情 就至少搞不好 我能阻止一些別劇發生 那女兒呢 不行 啊好糾結喔 好可以 可以 你先跟我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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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思考一下 應該可以 但我得知道這個人是誰 然後 你為什麼基於現在想跟他 是因為 你很想要做這件事嗎 還是 人家很想要你想配合人家而已 如果我女兒就是一個很想 這樣子 那沒關係 而爸爸知道你是一個 願意為你自己的行為負責的 你也不會因為這件事情 事後讓自己心裡太多負責 OK 你是一個可以為自己負責的人 你去 OK 但我會擔心啊 我會擔心啊 我跟你講我不行 反正呢 18歲以內就是不能發生性行為 為了 這影片原則上不會下降 所以為了我之後的小孩考慮 18歲以內就是不能性行為 你們這些男生就記住 看過這個影片的 如果你還發生性行為 就把你們男人家剁掉 18歲以內不准發生性行為 聽到沒有就是不准發生 齁 可以去探索 你自己尻沒關係 不要發生 等一下 陳漢是那個誰 好啦其實可以啦 你可以啦 好不好 不是 我知道你 你可以跟你媽聊 你媽可以跟你聊 你媽其實也應該沒有很想跟你聊這件事啦 哈哈哈哈 就最好不要聊啦 那我跟他主意啦 但是要小心啦 可是我認識他媽 我覺得他媽會想跟他聊啊 最好不要聊啦 因為疫情所以兩個月都沒去學校 因為自己很少用訊息聊天 除非是有什麼事情或公司 所以也是因為疫情都沒有跟朋友聯絡 但我都是很被動會訊息的人 朋友也說過很多次我書教 但我真的不是因為不爽 還是很轉不回 只是害怕說錯話或無聊被對方遺讀還有遺忘 因為看不到對方反應 總而言之呢 想會如何克服這個恐懼 因為這樣連愛情都沒有辦法談成 所以你講那麼一場段就是想問就是如何要克服自己就是很無聊 不然跟人家聊天 去你才不是 他說他覺得自己很無聊怕我會錯話啊 對 我跟你講我就是一個典範 我講話很無聊啊 大家都很常在聚會上覺得我很尷尬 講話大家會整個安靜那一種 那我不怕 怎麼樣 這不會是讓你去排斥一個人的標準 你知道嗎 而且無聊是一個特色 你很有特色 如果你在國中做建民這種事情 其實真的有可能被排擠 我國中是有被排擠啊 對啊 又怎麼樣 對啊又怎麼樣 又怎麼樣 但是要跟你做一下心理健身 就是做這種事情會被排擠 就是你刻意尷尬 像可能今天建民講話都可以 但別人太吵的時候 他可能就會站起來喊了 不要吵 吵什麼 幹那只有你講話我不能講話 我覺得他們幫看過這種狀況 因為我是風氣鼓掌啊 就是執政好不好 周關放我不許百姓拉屎那種 因為我是風氣鼓掌啊 所以我要管理秩序啊 但不能說你要吵的時候就可以吵啊 你不能吵的時候就不能吵啊 你有講說你每集都有看 那其實你回去翻 就是我們之前其實已經有大概講過 就是聊天這件事情 就是不用怕 回或不回 就是你不想回 會有一套解決的方法 就是我們之前有講過 那你想回呢 那就是自然的回就好了 就是我單身那麼久 有什麼程度也是在看就是有哪一些 好這段不用用 重點就是我覺得說就是 聊天就是自然開心就好 那種 沒有我看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真的覺得很屌 你爸是吃了什麼 雄心爆散 只留前女的照片 然後不留你媽的照片 所以你媽應該不知道 知道應該會爆吧 要不然就是 其實你以為你媽媽是你媽媽 但其實你媽媽是前女友 好